大人 你小心点 大人 燕大人 胡杨现在储备粮草都被抢光了 王八蛋 你 下官该死 你是该死 可你临死还把我们做垫背 真是可恶 大人 光着急也不行 还有什么办法把这件事掩盖下来 就是就是 不过胡杨县极度概言 会不会和陈锋一样和反对内卫勾结 怎么勾结反贼吗 下官记性差 不过 概言可不一定 你想 两仙人马守不住城门 你说 那盖言是不是有勾结反贼的迹象 没有 盖言给下官禀报说有人要接梁 后来来不及防范到贼就打进城来了 那盖言平时就没派人看守城门吗 就是 原来是盖言派人去把守城门 后来 后来怎么样 后 后来 后来你们不是又增加了三成税银吗 增加税银跟看守城门有什么关系 我 我 我把守门换成了牙翼 凡是进城赶集的人都要交三钱碎银 否则 不予不予放行 呸 大人 大人 你 起来吧 谢谢 你净给我添乱 你这头出事 后院你那老婆小妾就来了一大堆 他们来了 快去吧 后院呢 大人 总得找个替着羊吧 不然怎么向朝银交代呀 娘 请用茶 你快坐下吧 娘 婉儿不在 孩儿又忙于公事 所以不能向娘多多尽孝 还望娘多原谅 嗨 身为朝廷命官 无尽心尽责 为之不忠 为国不忠 何谈 人子之孝 可是 别说了 你毕竟是新朝的臣子 新朝对在母子不薄啊 彭儿 你可得尽心尽责啊 只不过 要在朝廷和百姓之间 多做出两者解不伤害的事情 娘 孩儿难呢 娘 知道 你处理朝廷的官差 遇到很多事都是两头为难 那 娘 这更需要 仔细稳重 万不能 为一时之分 做出违背朝廷 祸害百姓的事情来 啊 娘 他 太耳尽尽 大哥 大哥 伯母安好 贤侄 快坐下来续话 不了 小侄有点公务要跟大哥说 好 那你们有公事 快去忙吧 娘 我们回去 你到凤美歇息吧 好好好 伯母好走 你们说吧 好 大哥 吉阳 菊坛 西俄几个县来的人都到齐了 各县的提督也来了吗 来个屁 菊坛县来了一个都尉 叫陈俊 陈俊 嗯 这个人我知道 好像是西俄县人 他和西俄县令有西 官将一级 到菊坛 做都尉 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 刚到衙门口 就让人要吃要喝的 菊坛来的人怎么样 他们都没有闹 要吃得饿做剧 就那个陈俊 一副凶巴巴样子 我问他一句 我问他一句 你们吃饭没有 嘿 他瞪着牛眼睛 凶巴对我好 吃个屁 他真想臭他两鞭子 别这样 我看陈俊 也是刚之不饿 饥饿如仇的人 酱牛一个 抽起鞭子就安生了 嗯 我认为这几个县来的冰丁 没有领头的也不行 我想让陈俊 把这些冰丁管起来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也好钓鱼 你看吧 那就试试吧 走 来 帅哥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这种乌合之众 老兄 先别管他们 沉丁在哪儿呢 請 陈君 陈君 陈君呢 不知道 好像在那边吧 陈君 陈君 你聋了 陈大人亲自看起来了 陈都尉 陈都尉 你干嘛不到屋里逗逗 你毕竟是个都尉 是朝廷的命官 大人 不便打扰陈大人 陈都尉 陈君 我是早有耳闻啊 顺不王喜 你不皇伪 陈君已无所求 当兵吃粮养家糊口 平生愿一足矣 哎呀 将相本不根嘛 啊 还是趁坐一点吧 啊 哈哈 哎呀 大哥 大人 你没事吧 没什么 是外伤 过几天就好了 啊 大哥 还是回屋里说话 这里的事我来聊了 哎 咱们三个人一块合计合计 啊 我 是啊 你是都尉啊 走 到屋里说说 走 哎 不用 哎呀 我这个伤很快就好了 过几天就可以打仗了 啊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二 三 四 再来一遍啊 一 秀弟 听说秀弟为殷姑娘曾发红氏大院 示唤当作织金物 取妻当得殷礼华 可真有此事 全兄取笑了 殷姑娘真乃金国女节 秀弟真乃三生有幸 全兄你取笑了 不敢的 刘国师和殷姑娘真是天作之和 日后必是一段传送千古的佳话 哪里哪里 小弟 你可真是战尽人间风韵了 一 二 独帅 独帅 国师 二位将军 昨天夜里辛苦了 今天早上应该多睡一会儿才对啊 都快到五十了 哪还能蒙头大睡呢 是啊 二位将军 这位匡夫汉业立了大功啊 搬运的粮草够十万人马 身上三个月还绰绰有余 主帅 这可是从平时陆陵手中夺过来的 这话不对 这是从茫茫乍取的明脂明膏中夺过来的 主帅 这话可不对啊 这不是梗梗就说的 而是马五对阵实讲的 马五也是一员苦将 这是读书甚少啊 做强盗的能有几个知数打理的 主帅 这是平时的陆林来找事了 这些毛贼强盗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动学习 主帅 不可轻敌 平时陆林 号称一万人马 据我推测 绝不会在两千人马之下 干脆一举把他们干掉 免得他们惹是生非 不能和平时陆林对仗 他们也是一支反对王莽兴朝的秘量啊 主帅 山下来了几个大汉 带着五百人马前来孝顺 再去打探 是 邓宇 在 你马上点五百弟兄 我倒要下山看看 这几个陆林好汉到底什么样子 遵命 主帅 发心吧 你要小心啊 大白 你认为平时陆林有什么方法对付呢 收服啊 让他们归顺主帅 让我做大强的头目 哎 主帅自然诧异 匡复汉室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是推翻王莽这个新朝 圣王败寇 只有多多的网络人才才能完成大义 好吧 就听大白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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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娘呢 我操他老了的 做贼的碰上节道的 晚上这么多县城你们不去抢 偏他娘的和我抢狐呀 我们大哈义军 傻的是王猛逆贼的狗怪 夺的是他们搜刮的明纸明膏 从未想过与王头领争抢什么东西 忽阳县城是我踩的盘子 刚想动手 给你们抢剑了一步 没抢 说他们瞎话吗 凡是要杰足兼登 这只能愿王头领的动作慢了一点吗 别话少说 快把奖来的粮草放给我们一半 我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否则 爷爷的板斧可认良不认人 这是做强盗做习惯了 告诉你 大湖山可不是你三爷的地方 打 哼 上 撤 把王邝站进来 是 快 快点 老实点 快 你怎么老实点 老实点 还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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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跪下 怎么跪下 跪下 跪下 老子跪天跪地 跪爹娘 我就是不跪你们这些王八蛋 放肆 不跪下 朱帅 收复王匡 小以大义 重以礼节 不可对王朝领无礼 来啊 给王朝领松麻 这样的 少来这套 来吧 要杀 要杀要寡 随你娘的便 王朝领悟躁 我等 久闻平时陆林的大名 你们虽然打着不是匡复汉式的大旗 但反对的也是王猛新潮 这和大红山汉家军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我等佩服之志 有本事就把爷爷放了 咱们再干一张 方式 晚城所属各县都有梁草 你干嘛和大红山汉家军拼命 你何不去袭击别的县阳 人手不够 大红山 还可派人为你助阵 是啊 既然我们反的都是王猛 那为什么和我们大红山过不去 好啊 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你们他妈的干嘛跟爷爷来这个 好啊 再给王头领松绑 给王头领试坐 主帅 我看 咱们派人给王头领他们送去五十弹百米 背搂一下王头领他们的诸位弟兄 好好 邓港二位将军 你们马上准备九十 下山犒劳众位陆林基兄 是 邓将军 刚才我上山的时候 看到马武武汉两位壮士 已经退兵无礼 这样 烦劳你们 多走几里路了 准备 准备 不用不用不用啊 家里有家里有啊 用不着啊 各位 王头领 陆林道上不是讲究大碗吃酒肉 大乘分金银 今天分五十弹粮食给中弟兄 不是也是应该的吗 谢谢头领 不 我们不称头领 这是我们的主帅 多谢主帅 这是国师 多谢国师 好 准备韭菜为王头领押金 是 你马上回胡阳 先稳住盖远 只字别提昨天晚上的事情 万一他问起下官来见大人的情形 我该怎么回答 就说你姐姐病了不就行了吗 来探病了 好 天下第一笨瓜呀 读书人脑筋转不过圈来 但他是个好人 老实人 老实人 老实人能想出在城门口设侠收过路费吗 你想想 一个人三千银子 一天一万人进出 能收多少银子 大人 还真不少 一天有一千多两年的进账 这是老实人干的事吗 你马上回府写个奏章 就说盖远 勾结盗贼 偷了储备粮草 千万不能提大红山居中造反和姓刘的事情 下官知道 咱人考虑事情真周详 下官告辞 好 去吧 美人起来了 大清早就爬起来 梅丽不早起 又得什么外财了 我那个小舅子 竟会捅娄子 人家也会堵娄子 牙医把这城门口收银子 可是挣大钱了 你那个县太爷 要知道用这个法子挣钱 你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 别提他了 玩儿 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 我不再提他了 明天我就让他上大红山 弄不好 他为朝廷殉职 就再也不用提他了 那你小舅子说来看病 干嘛不说他来送葬啊 哎呀 别急嘛 美人 有你在 我早晚会让他来为他姐姐送葬 他姐要真死了 这倒好了 他就是在 也不妨碍你稳坐总兵衙门 现在他的长安活儿飞不到这儿来 总归名分不正 名不正言不顺 又有什么关系嘛 你毁了我的名声 害了我的丈夫 零个名分也不给 没那么便宜 我是跟你开玩笑逗你玩儿的 真生气 我的新娘宝贝 眼下 你先委屈几天 等我平静的大红山回到京城 我第一个就把它给修了 夫人的位子不是你的了吗 好了 二位 司司下官奉总兵大人之命 进脚大红山 还望二位多多尽兴啊 大哥你就放心吧 陈多伟 你以为进脚大红山 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什么也不用准备了 哦 此话怎讲 就靠咱们这些兵 您说打仗 能走到大红山就不错了 嗯 你就不会用鞭子抽他们 哎 为将之道 对士兵 要多多体系 怎么能 动不动就用鞭子呢 将作兵揽 我们只有加紧操演 对士兵小之以礼 方能士气大振 下官有个恳请 不知陈多伟是否能应允 陈大人尽管吩咐 此次各县调集来的人马 太过散乱 我想跟请陈多伟 多管几个县来的官兵 你看如何 这 哎呀别这个那个了 干脆官兵一分为二 你一半我一半 让大哥稳坐中军帐 咱们去大红山 先伸手 陈多伟 你有什么顾虑 尽管说出来 我们在一起 可以商量商量吗 哎呀盖大人 今天你上座 你坐大堂 下官给你赔礼啊 哎 盘大人一宪父母 堂堂宪令 这大堂的位置 岂是我的一介武夫所做的 哎呀 再说了 你干嘛给我赔礼 这不是折杀下官吗 哎呦 天大人 昨天你来商议守成之事 我没有及时和你沟通 造成了这事故 本官深感内疚啊 哎 你坐 你是胡杨宪令 天大的事也由你定夺 功也是你 过也是你 哎呀 可不能这么说呀 胡杨宪是你我二人共同之称 这一文一武 一张一直 可以说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哪 哈哈哈哈 大人 你传在下到县衙门来 不光是说好听的吧 哎呀 你看你真是个急脾气 你坐下 听我 慢慢说 今天早上 我快马去了晚城 见到了本官的姐夫 哦 言大人怎么说 哎 你想想 胡杨县城的这些粮草 可是朝廷点验过的数倍粮草啊 咱们要是把它弄丢了 这总兵大人 太守大人 肯定替咱们隐瞒啊 哈哈 哎呀 咱俩可真是走运了 如果真他妈的丢了三五弹粮食 那就糟大秧了 总兵大人不光得让咱们赔 另外还得给他们打点送礼啊 不然他们敢捅到朝廷 这大好烧得一干二净 你赔不起 我也赔不起 他总兵大人太守也赔不起啊 只好悄悄埋起 谁也不敢上奏皇上 哈哈哈哈 啊 啊 总兵大人太守大人来了 啊 哎 哎 哎 谁也不敢上奏皇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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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见总兵太守大人 把债监给我拿下 是 是 是 大人 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不知罪 你罪该万私 我 我何罪之有 大胆反贼 勾结罪寇 抢梁萧草 才讲何罪之有 你 你屑口喷人 是 来啊 在 拉出去 打八十辫子 是 走走 言由老贼 我与你施不良力 走 言由老贼 我与你施不良力 走 言由老贼 把盖炎给我押进死牢 三日之后 仿佛誓草 斩首示众 下官遵命 三日后誓草 斩首示众 你把盖炎给我堪丢了 我把你一块斩首示众 下官一定尽心尽职 绝不能让盖炎跑掉 潘大人 言大人 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斩杀盖炎 这是舍居宝帅 下官知道 下官知道 言大人 这斩首了盖炎 那大洪山的贼寇 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啊 护杨离新野几十里路程 我们先拐到新野 督促层棚 进脚大洪山 对 我已听各线禀报 今天所有抽到的人马 已积极到了新野 护杨要紧 你要多加防范 你不能够再出任何的差错 下官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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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新野 言大人亲自督导 陈鹏他有疏忽 他可没法交代 就是皇上出面保他 也不能使文武百官心服啊 来人 行行行 王头领 请 多谢国师款待 王头领 不必客气 已是自驾兄弟了 再说谢字 那可就见外了 好 他日如果有用得着王匡的地方 一定是两肋杀到四趟大火 王头领 回去转告弟兄们 只有同心协力 才能推翻王母报证 让百姓们过着好日子 王头领 先带回去五十站粮米 过几天 我亲自再送一些粮草去平市 他们好好聊聊 国师就不用去了 我回去和马武武汉这帮兄弟们 商量商量 带队伍投到大红山 为匡富汉业效力 王头领 果真如此 真乃汉士之境啊 王头领 请上马吧 马武武汉那些弟兄们 都在盼着您回去呢 郭师 郭师 请转告主帅 王匡愿以今生今世 为主帅牵马追凳 王头领 快请进 快快请进 王头领 来日方长 请上马吧 背马 一路顺风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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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说 你 一路顺风 朱帅 你说这个王匡匪十足 我们汉军岂能容得如此的人 王匡乃之心汉子 说话说 情在难欠 他在这种场面 情绪上一波三折 这也是庭里之中的事 那下一步怎么办 朱帅不是说了吗 先送些粮草到平市 再和王匡的那些弟兄 辣辣家常 看来我真正要当上出匪头了 走 请 大人请 严大人你看 正在操练呢 四 收 好 大伙再来一遍啊 去去去 去下 是 请继续 二 三 四 不行不行不行 重新开始 请继续 别累 你怎么回事啊 每顿饭只是一个窝窝头 别说是操练了 走路两腿都发软 这么薄就不练了 把体肚 你别这样 那这样啊 你这是干啥的 从现在开始 以后每顿饭你吃两份 行不行 好 大伙继续操练 来 进去操练 预备 一 这是谁啊 就是他 严大人就忘了 去年希恶县令和他互相指责共同上书 粤姬奏成朝廷 不是把那个县令赶回长安 把他调任菊谈县做都尉 陈俊 对 对 这个人很爱出风头啊 陈俊和这个陈鹏差不多 他可没有陈鹏那个背景 他是自找麻烦 这种人眼拙呀 吃亏是早晚的 是 一 二 三 来 停一下 把刀给我 大哥 你 行吗 没问题 嗯 嗯 你们都听我说啊 到了 战场上 在气势上 一定要压到对方 做到 文准很 像这样 看不出陈鹏还真行啊 大人 你忘了陈鹏是练武的出身啊 嗯 走 陈大人 二位大人 陈大人 本官已经观看多事了 陈大人腿上未愈 就加紧操练官兵 本官慎感欣慰 如此操练兵丁 害怕大红山几个贼寇嘛 大人夸赞 下官汉言 陈大人 刚才 阎大人一直在夸奖你啊 此次进脚大红山 一定要凯实而归 不要辜 阎大人的期望啊 下官一定 尽职尽特 好 有陈大人这句话 本官就放心了 知府衙们多准备一些银两 等参大人凯旋归来 并靠上所有的将士 对对对 那是应该的 那是应该的 大人 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 请问 境内 是夫人啊 好 很好 尊夫人在总兵府 总兵府 是啊 严大人在总兵府 为孙夫人 大摆宴席 接风洗尘 她在我的府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恪守复道 好 一切都好 多谢二北大人 陈大人 昨天胡扬 让大洪山贼寇袭 请陈大人带着你的兵马 马上向大洪山进发 趁他们沾沾自己之际 一起将他荡平 陈大人 严大人就是为了这个 专程来的 大人 梁草还未 准备妥了 能否再宽限几天 不 一刻也不能宽限 本官要站在这里 为大人送行 真的收复了平时的陆林 人多了 往后大洪山可不是酒居之地 那自然是 咱们的酒居之地 是长安嘛 说个说 可眼前的事还好大家拿着主意 周帅 昨晚七夕胡扬 守城门的几个兵 竟是牙翼 那个提督盖炎 在我们以金泽手后 放带兵赶来 这足以证明 胡扬县城防守松懈啊 国师以为如何 我看 先攻占胡扬 作为我们的立足之地 待机 再图晚城 如果晚城要派兵征援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先攻占胡扬 晚城总兵衙门 还不吊击一大批人马来 王莽兴朝三令五身 让各地府衙门维护好地方安全 哪个地方生乱 哪个地方就要先受到惩治 如若盐游在晚城和我们交战 让王莽兴朝发掘了 那还了得啊 一旦王莽亲自坐镇晚城 同我们较量 盐游他还能稳坐总兵衙门吗 对 李大白说的对啊 啊 大伯 盐游不是个傻瓜 他会派兵 不加声张的 来围困大红山的 对 国师言之有理 现在刘大妈 博心妹妹还有朱雁将军都押在晚城大牢 这足以说明盐游老贼在设法对付我们 嗯 老朽以为公敢胡扬 先立足 然后再制度完成 通儿派人来报 说是盐游还没有加害刘大迢 这就说明他是想利永通做人质做筹码 在关键的时候来要挟我们 不是大白说的有道理啊 只是我们丁力本来不足 而且还需要人马留守以防不测呀 哎 朱水 咱派人去联络王匡 让他们配合我们攻打胡扬 将军占领胡扬胜利会师 那样我们汉军的声威就会威武大振 哎 哎今日啊半天功夫 我就把山下的各个通道挖满了陷阱 若有人敢犯大红山 可要他一头栽到地下来个狗吃屎 哈哈哈哈 杠将军想得周到啊 不是我 这全是国师的族意 都是防患于魏然 陈将军 再等一下 陈大人再和伯母告别呢 好 我知道了 彭儿 你放心的去吧 一则不如生命 二则对山上的百姓 好言为负 让他们散伙回家 安稳耕种 千万不要杀戮 海儿 海儿 借记母性 彭儿 还留在知府 鸡胸尾部 鸡胸尾 彭儿 要早日平寇 好奇小团圆 害儿知道 去吧 君陵如山 别让那么多人 等你一个 去吧 是 笨儿 娘 笨儿 你腿伤还没好 千万别用冷水洗澡 爱儿知道 去吧 笨儿 娘 起吧 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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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挖 问我 笨儿 笨头 笨蛋 小牛 这可能要贵